大山东共136区县 好多人都知道济南有个齐河县 不是你当着我这个德州人说济南齐河县过分了 近些年德州齐河化归济南 只是一个传说一直在谣传一直没实现 齐河县的名字是1130年的经朝给定下来的 打得名的那一刻起 齐河县就一直隶属济南府 也就是说历史上跟济南 只有一条黄河之隔的齐河县 归济南管过700多年 跟德州的血缘关系只有200多年 1950年才有改属的德州 所以齐河跟济南走得近 一般树上两班花几百年前是一家 齐河之所以叫齐河是因为它曾经靠着脊水 也就是赐予济南名字的那条脊水 因脊水要用名脊水 所以便有了齐河 齐河县是历史名人燕英的封地 燕英是春秋七国的名相 所以齐河也叫燕城 单看齐河的实力 400多亿的经济体量算不上多优秀 但架不住齐河的位置太好了 位于济南西边的齐河 安放着以全城命名的多家游乐场 是好多济南朋友周末打卡的胜利 齐河还有多家互联网大厂的物流仓鼠中心 一直被看作济南的后花园 有14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 人口只有60多万的齐河 隔壁的省会济南新有野马 齐河就像是眼里的一片草原 你是个比喻黄我一下子 别看齐河名气不大 但标签不少 全国唯一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城 中国新兴产业装备制造城 齐河有一堆荣誉 而离济南很近的齐河 偏偏离自家大哥德州又很远 好多齐河朋友来济南的次数 比去德州还频繁 有的压根就没有去过德州市区 搞得德州很没有面子 近些年齐河在济南的阴币下 发展很快 济南搞都市圈先行区啥的 都会捎带上齐河 这济南再跟齐河眉来眼去 再想尽一切办法 幽抱齐河 可齐河除了是德州的经济火车图 齐河境内还流淌着两条小河 那可是德州农业的生命源泉 齐河还是德州限于经济的门面 所以齐河跟济南的距离 有时候吧 显得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那你说这齐河到底能不能画归籍呢 有 画多了